嗨大家好,我是小羊 今天来到了长安的4S店 今天一共安排两台车 一个长安移动,一个荣威的爱武 荣威爱武下午梯 这台车8万多落地 荣威爱武,5万多落地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车 手续马上办完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今天我们来提到23款的 长安移动plus 官方制造价9万3千9 目前优惠2万多 落地价也就是8万多一点 22款的长安移动plus 现在已经没有车了 全部都是新款 9万多的长安移动plus 性价比不高 但是8万元多的 这个移动plus 性价比就比较突出了 配置基本上和老款没有任何变化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 内饰的设计 还是这种双拼色的内饰 采用的目前也是比较主流的 双连屏的一个设计 液晶显示屏3.5寸 中控显示屏则是10的25寸 1.4的发动机 匹配7档试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座椅的材质看着还是很不错的 配置上这个车也有这个定速巡航 这个车同时也有540度全景影像 配置上来说在国产车里面还是可以的 现在领盘已经打出来了 准备开始交车 拱熙捞铁 CT长按移动 PLUS ETA 兄弟们 落地价8万多 提这款车合适不合适 一会再给大家看一下5万多的车 路上慢点啊 哥 好 一路正好 兄弟们 这台车现在已经出发去上牌去了 我要赶往下一个4S店去荣威店 带大家去看一下荣威的爱武 到达上汽荣威4S店 走进去看车 兄弟们 今天来提的第二台车 就是眼前的灰色的荣威爱武 车要是现在我已经拿过来了 这个车在上次视频给大家介绍过 是一个手动挡的一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67.9 手动搏金版 加上购置税保险 全部上楼价 也就是5万多不到6万 上次视频 拍的时候这个没有装 有的粉丝就说质量不行 看看这是啥 给大家现场装一下 单手一拉 直接就扣上了 特别特别方便 看这不就有了吗 刚刚没有装紧 有缝隙 现在看没有了 兄弟们 最低倍的车都有这个 无钥匙进入功能 还有一键启动 配置上 也绝对不低 看那时的设计 不管怎么说 也有这个 动功能方案板 还有中控液晶显示屏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边 能够感觉到这一款车的空间还不错 一键启动 启动一下火 让大家看一下 是的25吨的 中控液晶显示屏 功能 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同时也支持这个互联功能 就是基本上也都满足日常需求 毕竟好多车型的最低配 没有显示屏 好多配置都不是都没有吗 看一下材质 这都是皮革包裹的 还有这个面板边 也是皮革的 就是做工质量这一块 我认为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 还有老铁说 会不会是库屯车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生产日期 二三年四月底的车 还没满院呢 这一款车 兄弟们 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开到交车机 准备开始交车 现车不多了 有需要的抓紧 联系我 恭喜老哥写贴 荣威爱舞一台 若用车愉快 现在已经到机动车 查验区了 开始验车上牌 这是我上次提到 那个白色的荣威爱舞 灰色的荣威爱舞 在旁边